今天我看到有这个电子邮件 有一个局势写了一封信给我 里面提了十个问题 我还得找时间来答复他 但是他如果常常听我讲经 这些问题都解答了 他其中一个问题是现在苦难的人很多 需要帮助的人很多 我实在没有力量 穷苦的人太多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才去布施 要不要布施呢 要 没有力量也要勉为其难 减少自己生活所需 帮助别人 看到别人没有衣服穿 没有饭吃 如同看到自己父母在受难一样 我们要不要解义 见识去帮助他 尽心尽力 就是圆满功德 怕的是我们自己不肯尽心尽力去做 怕的是我们自己不肯尽心尽力去做 有很多人疑惑 那个人的骗我 那个人的骗我 我要不要帮助他 佛法不是感情的 这一点诸位一定要知道 佛法是智慧 所以 有观音 为什么还有个大师智 观音慈悲 大师智智慧 他不是两个人 他是一个人 观音菩萨代表我们自信的慈悲 大师智智 大师智代表自信的智慧 这个人的骗我 骗我 他是做好事 我还是要全心全力帮助他 那么这个人骗我 骗去做坏事 那我就可以不必帮助他 这就是有智慧 他在无论骗勤 骗去之后 吃喝嫖毒 去做坏事 这个你要帮助他 去错误 佛家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祝福如来 教化众生 就是守住这个原则 可是又说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这什么原因呢 没有智慧的慈悲方便 就坏了 就造罪业了 慈悲方便 要依智慧 那就成就功德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慈悲 你看看有无尽慧 可见的人家的慈悲 是一智慧 不是一感情 所以才成就功德床 功德床是无量的功德 换一句话说 慈悲是要做好事 方便是要做好事 什么是好事呢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好事 绝不是自利 那我们与一切人 这个相处 人不为自己 完全为众生 这个人是菩萨赞来 不是凡人 凡人 我们跟他相处 他能够有一半自利 一半利益众生 我们就应当帮助他 他虽然得一半自利 他还有一半利他 完全是自利 我们就不必帮助他 这个人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是自利 那我们就不要去帮助他 世间有许多慈善家 古人有一句话说的 意思很深长 慈善家 慈善起家 你们想一想 这个话的味道 这就是说的 他是大慈善家 很多人送钱帮助他 做慈善事业 他做的慈善事业 只拿十分之一二 十分之七八了 自己起家了 十分之一二 做一点慈善事业 这种事情 自古就有 不过古时候少 现在多 很多人喜欢做慈善事业 为什么呢 对自己慈善 没错 他现在慈善极家 大富大贵 受社会人赞叹 受社会大众供养 可是佛法了 是将三十英国的 来生怎么办 问题就严重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 决定不敢这么做 知道现在所得的利益 是很有信 时间也很短 将来受的苦报 太长了 得不偿实 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全盘脱出 自己决定不保留 自己决定不保留 一丝好 因为他晓得 将来 这个做法 才能得到殊胜的 国保 才能得到 长远 真实的利益 不会为 眼前小利益 而 障碍了 将来的 大利益 不能为 这一世 很短 几十年的利益 障碍了 将来 无由 穷尽的利益 这个都要靠 真实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被眼前小利 迷惑了 所以他造业 他受报 这些私 礼 只有佛讲的透彻 讲的明白 真正懂得的人 明白人 听了佛的教诲 恍然大悟 觉悟过来了 真正回头 不再造罪业了 不要说 人家 开口 求我们帮忙 没有开口 我们见到了 也主动去帮助他 还要等他开口 尽心尽力帮助人 就是圆满功德 也不要 去刻意攀养 那也是错误 那个对自己的修学 有障碍 有什么障碍 你心理上有负担 你的心就不清净 诸位要晓得 自己心底不清净 就是最大的障碍 障碍我们 障碍我们 读诵 天经 开解 开悟 障碍开悟 障碍修行正空 也就是 障碍我们 其如佛菩萨 殊胜的境界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接着 障碍